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即便是这样 车型老化的图观在紧凑型SUV市场依然能贡献2万左右的月销量 所以对于大众来说 就此进行换贷显然损失很大 所以高明的大众携全新图观L继续细分SUV市场 而全新图观L也摇身一跃进入了中型SUV领域 直面昂克威与贯道等车型的挑战 所以对于现款图观来说 全新图观L绝不是家常这么简单的 它所增加的14项配置让其在产品力上不需任何对手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全新图观L的优势所在 外观上 全新图观L的车身长度以及轴距尺寸都已经达到了中型SUV的领域 其中车长增加了20厘米 而轴距也增加了10厘米 已经超过了哈兰达和昂克威 整体来看 全新的图观L基本延续了图观的风格 但造型外观显得更加激进年轻 更加的豪华硬了 用幻然一新来形容全新的图观L一点也不会过 新图观L进气格山 采用与卫领相似的铠甲式设计 无论是气势还是时尚感都提升了不少 大灯处的细节处理也比图观豪华了不少 在大灯配置方面 图观L放弃了图观上的线气光源 而采用了LED材质 并且去掉了比较鸡肋的大灯清洗装置 尾灯的变化是非常彻底的 方正硬朗的造型与头灯呼应 内部的造型设计采用了许多小三角造型 点亮后的效果跟图观简直差了一个世纪 内饰的变化没有外观来的直观 基本延续了典型的简洁风格 全新图观L的提升 更多体验的细节方面 虽然没有外观那么亮眼 但是每一处的改变都花分了不少心思 比如碳纤维试板的加入 钢琴烤漆材质的使用 都是图观L更加的豪华 在动力系统方面 全新图观L做出了很大提升 第三代的EA888发动机 相比于一代动力更加优秀 技术也更加先进 变速箱 则放进了之前的6速手自一体式 转而使用了旗下的DQ500 7速 湿式双链合变速箱 最大功率为162千瓦 最大扭矩达到了350牛米 与图观相比 分别增加了15千瓦 7成牛米 总的来说 全新图观L的改变是从里到外的 不论是外观还是配置 都值得上全新二级